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世界各地的迁余部古董相机 其中最大的一部就是汉顿斯 在他的身边有一张照片格外醒目 他刊登在1945年8月16日 澳大利亚悉尼仙区晨报上 报纸上照片的副本现在就在我的手上 我们来仔细看看这张照片 从照片上我们依稀可以分辨出 这是天空中的几条色带 通过查证报纸内容 我们了解到这张照片 记录的是1945年8月15日晚 澳大利亚悉尼民众燃放烟花 庆祝第一个和平之夜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 接受中美英三国簇令日本投降之波斯坦公告 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 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 于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 澳大利亚悉尼 中国兰西游布早茶街 远隔重阳的两地 因为这张老照片而链接 而这张珍贵的老照片 是如何飘洋过海而来 又为何出现在了游布相机博物馆里呢 这台相机是我一次从一个买家手里面 研究的时候 老爷子过去了以后 在他儿子跟他太太手上得到的 布宗园 游布宝利来古董相机博物馆馆长 浙江同乡人 摄影爱好者 古董相机收藏者 2009年赴澳大利亚定居 2019年 扎根兰西市游布镇创办古董相机馆 布宗园一直迷恋收藏古董相机 在海外居住的这段经历 给他打开了收藏古董相机新世界的大门 一次偶然 了解到澳大利亚悉尼先驱城报 一位老报人 留下了一屋子三百余台老相机 便立即拜访其后人 老爷子特意地 在这个相机的皮枪里面 他翻了三张报纸 这三张报纸呢 是相当相当地有意义的 因为为什么会把这三张报纸 放到这个相机里面 因为这三张报纸上面的 当年的照片 就出自这部相机之手 一张报纸是1945年的德国投降 第二张报纸是日本输了 悉尼人民彻夜狂欢 第三张报纸呢 当然也是跟这个 是戴安娜皇帝起始 这是最后的 这部相机拍的最后一张报纸 所以说我当时看到这张 这三张报纸以后呢 我肯定了这部相机的价值 确定了 汉顿斯相机珍贵的历史价值 不中原竭力收藏 老报人的后代 了解到不中原 是一个有情怀的收藏者 两人一见如故 不仅主动降价 将汉顿斯相机卖给他 还表示和相机有关的物品 只要搬得动都可以带走 这让补宗园喜出望外 其他的相机照片 带回国都不难 而大块头的 汉顿斯相机的运输 却是个大问题 汉顿斯相机和照片 后来是怎么样来到中国邮部的呢 我们下期继续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